我們來看這一題 它如這個圖 AB為光滑 AC是粗糙的 若指點 至A點 禁止釋放 分別圓兩斜面下滑至底部死 所會時間相同 這個會的時間相同 則它的墨數 比 VAB 這個滑下的墨數是VAB 這個墨數是VAC 這個速度會比較大 那是光滑的 這個速度會比較小 那會等多少 這怎麼做 我們假設這個高度 叫做H 那麼它的這個 所花的時間相同 那我假設 這個的 交度叫A1 它這交度叫A2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VAB VAB的頻率 減掉0的平方 減掉0的平方 等於那個 2A多少 2A1 SE 我這叫SE 然後這個是VAC的平方 減掉0的平方 等於2A2 S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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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 但是那個 T 跟 T 二一樣,因為它都滑下來的時間相同 所以就曉得說 這 AE 除以 A2 等於 SE 除以 S2 那這樣我可以除,把它除下來 除下來是 VAB 除以 VAC A1 除以 A2 等於 SE 除以 S2 所以是 SE 除以 S2 那你就說 VAB 除以 VAC 這個等於 SE 除以 S2 我們知道 SE 等於 3 H 是等於 3 SE 除以 S2 H 也等於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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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曉得 SE 除以 S2 等於 S2 除以 S1 S2 所以就曉得 VAB 以上 VAC 等於 S2 以上 S1 所以就曉得 VAB 以上 VAC 等於 S2 所以這一題應該選 B PAP PAP